首先,接下来就是说,年的部分呢,我要动态,假设我的需求是这样,我希望呢,这个年,当我按下这个年的按钮的时候呢,它可以先让使用者输入几年,那输入完几年之后呢,它会先把旧的这些范围先删除,然后呢,再来增加几年,可以大概逻辑是这样子,比如说十年好了,五年好了,那所以输入一个五,它会先 怎么样呢,它会先帮我把原来的1到8的部分删掉,然后呢,再帮我从1填到5,OK,大概是这样逻辑啦,当然还是有其他逻辑,我的想法,我的写法是这样,OK,好,按个确定,那你会发现它会先删掉1到8,然后再填入1到5,OK,类似像这样子,那程式如何撰写,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地方,当然第一个也是插入一个SAP,因为我们对应的 是一个按钮嘛,那这个按钮的话呢,接下来,我会先call什么,call那个计算清除,就是call这个按钮嘛,意思就是说,先把里面的资料呢,如果里面有资料,就先帮我把它清掉,好,为什么呢,因为如果我不清掉的话,那那个年数可能又不对,比如说你旧的资料可能原来多或少,那就不统一了,所以第一个,先呼叫那个计算清除,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让使用者输入那个什么,几年嘛,所以我刚刚 用的是input box,那input box是用application这个input box,一样用type冒号等于1,意思就是说只能输入数字,那它输入完,假设我刚刚输入5年,就把这个5先丢给这个x,先帮我储存,那接下来呢,我再清除旧的,那旧的话是从这个栏,等于第二栏,到它的最右边一栏,那我不知道最右边一栏,比如说刚刚是8的话, 8年就9,2到9,那把它清除掉,清除的话就是它的位置一定是在第三列,所以呢,我把第三列里面的第二栏,到第9栏,把它删除,刚刚1到8嘛,那清除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写法,特别是哦,这边有个固定列,哪一列呢,第三列,就是把第三列的,这些旧资料先删掉,删完之后呢,再去跑, 从第,所以一样是追,有没有,追等于2,到什么呢,x,x是几年,它假设我输入5年的话,诶,5年,那你想说为什么后面要加1,因为我们是从第二栏开始,所以呢,我输入5的话呢,那应该就是啊,从第二栏,到第6栏的意思,所以这边的话呢,x把它加1,那我们就把这个结果也输出啦,那输出的话呢,当然就是一样输出到第三列, 第三列里面的第几栏,OK,那第几栏的话呢,就根据什么,比如说先一样第二栏,那里面输出什么东西呢,就跟那个追,刚好减1,因为第二栏,第二栏的话里面输入1嘛,有没有,然后以此类推,OK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我把这边设个中段点,我们细部跑给各位看一下, 这一行按了一个8,诶,几年,假如8年,按个确定,这个时候呢,诶,它会抓到现在x是等于8,那我就直接跑什么呢,先把那个旧的资料删除,那从第二栏一直删到第几栏呢,第六栏,所以你会发现,我删除的话,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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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清除掉, 那,清完之后呢,诶,再把,刚刚它给我的什么呢,我输入8,对不对,那就是第二栏,到,特别是要,这边加1,为什么,因为我从第二栏开始,加了1之后,这边第九栏,所以输出结果,输出1,2,3,一直到,到第8,那就离开了,OK,这样的话就输,动态的输入年,那利率部分,其实跟那个年有点像,利率也是一样, 输入利率多少,比如说1%好了,假设因为现在利率太低了,大概1%而已,OK,按确定,留下1%,那不过特别注意,1%就是说呢,1%里面的,我是1码,每1码,所以总共这个区间总共有8个,0.125,这边总共有8个,那所以呢,我如果要输出这个范围的话,要怎么做,概念跟那个年很像,只是年是很像的,利率是重向的,那这个概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因为, 也蛮像的,所以,第一个,一样是,把旧资料先清除,所以一样,是call,计算清楚,把里面资料先清空,然后,让使用者输入什么,输入利率,一样是一个什么呢, Type 等于,只能输入数字啦,所以我如果输入1,那就1%,2的话就2%,然后呢,一样先把旧资料清除,所以,清除的方式啊,不外乎就是从第四列,到最下面一列,最下面一列我不知道啦,所以可以用追踪的嘛, OK,这个前面都讲过,然后呢,把A栏里面的资料,A栏里面的哪一列,就是第四列到最下面,把它清掉, 再来的话呢,输入新的,有没有,这应该是输入利率啦,因为我可能复制贴上来改的,所以这边没改到,应该是输入利率,那利率的话呢,是, 就是说呢,每0.125,0.125,每一码,当成是一个区间,所以呢,我如果输入,假设我输入的是2好了, OK,比如我往下面2的话,那2必须要乘以8,为什么要乘以8,因为0.125嘛,总共区间有8个,那为什么要加3呢, 因为我从第四列开始,所以上面部分的话要往下走,所以这个方式的话呢,那后面就是把, 不过后面特别注意,要要再把那个I的部分,把它减掉出来,为什么,因为I是从4开始, 那我一个区间呢,是0.0.0.125,一码,当成是区间,所以这边的话,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, 基本上,假设我利率,因为现在利率应该都很低,现在只剩1%而已,那如果2%,当然不可能就有18%了,OK,那实在很夸张, 如果你利率算起来,非常的惊人,OK,也没有这个东西了,那所以呢,如果说我今天呢, 每,也没有,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这个输入,X假设输入2的话,那它变成说呢,乘以8,因为每一码当成,所以一个区间, 两个区间,就把它输出了,OK,那这里的话,我想各位,试试看,有关动态的输入年,跟动态的输入利率部分, 那这个程式稍微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,所以在云端上面呢,我有把那个,做出来结果,也把它放在云端上,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,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,试试看哦,